这集柯南是早期经典的动画原创案件 童年看过的朋友一定都印象深刻 凶手的手法相当精彩 嫌疑人的阵容是豪华版的四选一 故事便要从小兰要上的法国料理课开始说起 如果说柯南是灌篮高手 那么园子就是专门坑兰的 他因为受不了上森老师的严厉 就把锅甩给了小兰 然后自己借口有事来不了 至于小兰 他又拉上了柯南和毛利一起去 死神出征 寸草不生 上森老师威仪 你听着啊小兰啊 我可不是为了想吃法国料理才跟你一起来的哦 我是担心你才来的 是是是 这个我很清楚 到达上课地点后 各位嫌疑人依次登场 至于有些富泰的上森老师 他是在美容院打了阳胎素之后 才慢慢赶了回来 面对毛利的自我介绍 女人竟然直接无视 不过别担心 过一会儿 他就没这么嚣张了 在众人上课的期间 灯却突然熄了 整个屋子一片漆黑 然后玻璃门就被人打开 就在这时 有人慢慢靠近了上森老师 另一边 走廊的毛利打燃了火机 和柚子小姐一起检查配电箱 打开开关后 却发现地面上 有块未融化完的冰 和一个绑着线的千锤 柯南认为 这一定是某人 为了切断电源而做的装置 把拉环套在开关上 再把重物放在冰块上面 冰块融化之后 千锤就会拉动套在开关上的拉环 从而实现自动断电 赶回烹饪教室的时候 发现上森老师趴在地上 并表示自己胸口疼痛 呼吸困难 背部有强烈的刺痛感 于是柯南上下起手 发现老师的背部有一个红点 而对应的位置 正是有肺部的后面 毛利觉得事情有些不简单 赶紧让小兰叫救护车 并通知警方 而我更关心的是 为什么别人被刺就有痕迹 而毛利的脖子挨了柯南那么多针 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很快 木木警官赶来现场 毛利怀疑 上森老师 很可能是被人用尖锐的东西 从背部刺进了肺里 所以他才会觉得胸口疼痛 呼吸困难 从玄关的玻璃门 被打开这一点来看 凶手很可能是从外面入侵的 当然 也不能排除内部人员犯罪的可能 可是 断电之后 房间一片漆黑 凶手是利用什么办法 准确知道上森老师位置的呢 得罪死神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这个名叫上森的烹饪老师 只因为入门的时候 忽略了毛利的自我介绍 结果在上课期间停电的时候 被人用尖锐的东西刺伤了后背 被紧急送往医院 所以说 珍爱生命 拒绝毛利 就玄关的玻璃门在停电期间 被人打开来看 凶手很可能来自外面 会不会是园子 他因为上烹饪课 老师被骂 所以悄悄前进来 找老师复仇 在检查玻璃门上指纹的时候 只发现了西谷先生一个人的指纹 柯南证实 西灯前碰过这扇门的人 是西谷先生 如此说来 凶手行凶的时候 很有可能戴了手套 然而 如此说来 凶手并不是从外面进来的人 而是来自房间内部 为了让我们产生凶手外来的错觉 才从里面把玻璃门打开的 也就是说 凶手就在你们四人当中 此时 医院也打来电话 说上森老师费出血 已经死亡 此话一出 就是一张张轮流的惊讶 那么 凶手究竟是谁 调查的关键是凶器的来源 毛利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把铁签 轻点过后 发现少了一根 那么 凶手很可能就是拿他做的案 木木警官有些疑惑 这铁签连把手都没有 怎么握得住 柯南也认为 上森老师背后的那个伤口 应该比这个铁签系的多 在检查众人随身物品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坚状物品 看着桌上的活跃夹和刷子 毛利微微一笑 表示凶手就是和之小姐 你趁着柚子小姐去洗手间的时候 偷走铁签 你之所以能在黑暗中 准确找到上森老师的位置 那是因为 你平常都戴着墨镜 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 和之鹊表示 自己戴眼镜 是因为觉得光线刺眼 再说这种铁签又没有把手 根本不能刺人 毛利表示 这还不简单 做一个就是了 只见他拿起桌上的刷子 把铁签的一头插到里面 如此一来 把手不就有了 至于作为凶器的铁签 我想应该就藏在火焰家里 结果 打开后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还好柯南发现 那根消失的铁签 被放在了盆栽里当支撑物 这时小薰小姐才想起 那是他婆婆弄的 毛利啪啪打脸 凶手究竟用了什么办法 才能一口气 把尖针刺进死者的肺部 并且深度长达五公分 难道他练了葵花宝典 非针丸的贼溜 结合医院的检查结果 木木警官断定 凶器不是铁签 而是像针一样的东西 一听这话 毛利又把矛头 指向老师的儿媳小薰小姐 凶手就是你 你曾经是个护士 能熟练使用针筒这种东西 至于你脸上的眼罩 是为了让眼睛习惯黑暗而戴上去的 然而事实却是 他不是长了针眼 而是被老公光艳打了眼 柯南也觉得 凶器不可能是注射的针头 因为毛细血管 顺着针孔回流的血液 多少会粘到皮肤表面才对 在和之小姐的缝纫包里 毛利发现了缝纫针 非常符合凶器条件 可凶手是如何把针刺入和拔出的呢 就在这时 柯南突然想到 只要用那个东西 就能轻松办法 当然 要在黑暗中找到上森老师的位置 也不是什么难事 柯南懂了 凶手就是那个人 他射晕毛利 开始了推 其实杀害上森老师的凶手就是你 西谷先生 要在黑暗中找到上森老师的位置 只要戴上深色的隐形眼镜就行 你事先在配电室里 安装好断电的机关 然后在上课前到洗手间里 把隐形眼镜戴上 所以 你那时才会在昏暗的走廊里 把小岚错认成右载 那种隐形眼镜 能让你的眼镜习惯黑暗 当灯熄灭的时候 你立即取下镜片 把玻璃门打开 然后靠近上森老师 对着他的背部刺下去 至于凶器 就是缝刃用针 虽然之前分析过 针不易刺入和拔出 但是只要利用顶针合线就能办到 所谓的顶针 就是缝衣服的时候 戴在手上给针尾施加利的东西 而你右手的食指 就戴着充当顶针的戒指 柯南拿出在厕所窗户外 找到的隐形眼镜盒子 还有在料理台上的碗里面 找到的一个隐形镜片 但是 西谷依旧嘴硬 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凶手 那我就给你证据 你行凶用的那根针 就藏在你的原子鼻里 果然 木木警官从底心里找到了凶器 至此 西谷认输 承认了罪行 他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 老师停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 原因之二是 为了爱情 他一直都喜欢柚子小姐 觉得食谱 被老师抢走的柚子太可疑了 但柚子小姐也算是人间清醒 他并不希望西谷 为了他做出这种事情 柯南也没有给西谷 继续辩解的机会 因为他的这种行为 根本不是出于一片好心 而是自己一心 想要犯罪的借口罢了